三支区公所呢今天也举办了送春联的活动 特别邀请到书法大师谢瑞黄来写春联 连同其他的大师们呢一起来为民众服务 而这些大师们先行写好了春联上面 不少都画好了这个小猪啦猪小妹还有猪才神 等等可爱的猪一象深得民众的喜爱 大师们以及公所都希望透过这个春联的喜气 带给民众春节的祝福 每年三支区公所都会邀请书法大师谢瑞黄 来到公所写春联为民众服务发春联 今天就是发春联的日子 一早就可以见到公所门前满满的人潮 准备领取喜气满满的春联 众嘉宾云集的现场由嘉宾一人一张春联进行开笔仪式 写下新春祝贺以及对民众的祝福 那一年一度的春节就即将到领 那我们新北市三支区公所 那仍然我们请到我们最有名的谢瑞黄老师 带领了一些的有名的书法专家 今天来到我们三支清空所 那为民众写这个春联 那今天在这个寒风戏的当中 那仍然有这么多的地方民众来这边来索起春联 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 也希望这个春联带回去之后 那贴在自己的家门口 那可以给这个家里面 那这个年度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当然同样的下午时也赠送一五春联给我们公所 我们希望在佛友宇市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今年度那三支在各项的建设上面 能够更为精进更为发展 也谋求我们市民之福 书法大师今年也特别写了 朱年赫连要自证给公所 希望公所在未来的一年可以驱证长虹 还可以见到民师先行写好的春联 高挂在大厅中都画上了小猪 猪小妹还有猪财神等可爱的猪一相 深得民众的喜爱 我要连春联 每年都来吗 今年来第一次来 为什么要来 对啊因为习俗 那你有早上要领什么字吗 领猪是如意啊 猪年就画猪嘛 大家很喜欢 越年轻的越喜欢 我有画了十几种的猪 他们可以挑 因为这样他们比较方便 书法老师表示为了应景 每年都会改变春联字头的造型 去年狗年画狗 今年猪年画猪 首边准备了不同的猪造型 就是要迎合民众的需求 不只是长辈喜爱 年轻人也特别喜欢 希望透过手写书法春联 要将祝贺传递 祝福民众拥有猪是大顺的平安年 记者大平函三支采访报导 我们与之后 保留 我们与之后 虽然 我们与之后 无论